邱淑瑜是邱淑瑜 你是你啊 你再怎麼穿你也不會變成邱淑瑜啊 我為什麼要跟邱淑瑜一樣 我這輩子也不要跟他一樣 他有過孩子 也有離婚 你喜歡他 你誰知道啊 你再這樣下去 下次就不是撞小家的車 是撞大把車 你撞死我也不會管你啦 哎呦 呸呸呸呸 掃吧 烏鴉嘴 神經病嘛 好好的 阿翔你不做 做什麼求書宇啊你 怎麼到現在 律師的電話還沒打來呢 難道 難道是他又變卦了嗎 柔淑瑜家 還有這裡 沒有一個地方 是真正我的家 我多希望 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 我努力过了 周建邦 你绝不会了解 如果不是林天峰的出现 我可能不会这么快 去下这个决心 也许是天意吧 也许 没想到 现在我变成了这只牛 秋树勇 你不该这么过分 我已经一再地忍耐 我矛盾过 我挣扎过 我几乎已经可以 你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走这条路呢 你不能怪我会那么冲动 当时 坏任何一个人 都会像我一样 可是 现在 谁叫我们之间 真正的有了第三者呢 咱们真的会离婚吗 我把他逼做是那片叶子 又把他捞了起来 我是救了他 还是害了他 我爸Ray 你喝了 兄弟 一离二 谁呀 谁呀 是 我 你什麼時候回來了 電話也沒人接 還以為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把爸爸送回去了 哥 我覺得 你只好有空的話 回去看看爸爸 爸爸這一次的病 我知道 老毛病了 時好時壞 可是這一次比較嚴重 你最好能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要不是上次發生那件事情 我可能扣著臉皮回去 現在 喂 是 你哪位 你等一下 陳律師 喂 是 我就是 對 我回鄉下去了 好 好 明天早上十點 我在家等你 好 再見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沒什麼亂法 沒什麼 你不要騙我 沒什麼律師會打電話給你 他是不是周建邦的律師 你快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是不是找你辦離婚手續的 哥 我已經答應他無條件簽字 我希望你不要管這件事情好不好 你 你怎麼那麼笨 你怎麼那麼笨啊 真是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的是你妹妹 是吳應強 不是我 我一次一次的容許 結果最後提出離婚的還是他 真的怪我嗎 就算是他先提出來的好了 這也是你逼他走上這條路 我太瞭解你了 你冷靜 你會設計 你做好心情讓人家往裡面跳 然後你還表示你是被動你是無辜的 陳偉龍 你不要無理取鬧 然後他跟我們一強在一起 你是我設計的嗎 如果不是你設計 你為什麼早不制止呢 你以為你這樣做是什麼目的 我不曉得 哼 一步一步的起下的太好了 你先縱容他們來晚 然後又故意分局 給他們製造更多的機會 以達到無條件離婚的目的 對不對 然後這樣你就可以完全不負責任 毫無損失對不對 你 你 我 我怎麼樣 我說的沒有錯 我告訴你 蘇雲會上得當 我可不會上得當 我上次就告訴過你 這件事情我管定了 你休想蘇雲跟你無條件離婚 邱偉龍 你很聰明 你妹妹不要條件 你要提出條件是不是 你想借這個機會從我這裡撈一筆 邱偉龍我告訴你 休想你 你什麼你啊 你馬上給我離開這裡 你要有什麼事情 找我歷史坦 不要待在這裡 浪費我的時間 我們走來吵 我們走來吵 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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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覺得很可惜 好好的一對 噵 梁嫂 噵 如果我真的跟太太離婚的話 老太爺老太太回來的話 你可不要告訴她 我 你記住就好 是 是 喂 我找陳律師 陳律師,我是劍邦 我要再提醒你一下 明天如果談的時候 你一定要堅持原則 他堅持他的原則 我們也可以堅持我們的原則 不管怎麼說 絕對不能無條件就簽字了 那太便宜他了 哥,你可不可以不要管這件事情好不好 我怎麼都能不管 你是我妹妹 我怎麼能眼看著你吃虧上當 也不能這樣輕易地就勞過他 一定要他付出代價 你不瞭解嗎 我太瞭解了,我瞭解你 我更瞭解他 對了,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要坦白告訴我 你跟吳應祥是什麼關係 有沒有把柄落在周建芳手上 哥,你 這個很重要 我們必須在法律上站著路腳 你坦白講 我 你能不能確定 在周建芳手上 有沒有不可告人的證明 哥,你 你根本在侮辱我 我告訴你 我跟吳應祥 根本就是清清白白的 我坦白告訴你 我這次要離婚 絕對不是因為吳應祥 是因為你現在的好模樣林天鋒 你幹什麼 小修,你幹嘛 你瘋了 我問你 你想找蘇應祥麻煩 我沒有找他麻煩 我只是去看看他 不要這樣 放屁 不要想借這個機會來敲詐他 邱友 你真沒有把我當朋友看 你對我說這種話 我要是有那個心的話 我出去被車撞死 你真的沒有 你不相信我還談什麼呢 我上一號可以吧 喂 蘇芸啊 我韋龍啊 我已經當面問過林天鋒了 他發誓他沒有那個意思 看樣子他不會騙我的 你放心 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急著無條件簽字了 好啦 你已經夠對周杰邦夠意思的了 他要是在比你的話 我聽你出面 明天我就陪你去見他律師 一般的離婚協議書都是這麼寫的 請你看一下 如果沒有意義呢 就正式打字 一試三份 由律師做見證人 雙方當事人簽字以後就生效了 當然啦 我們也是勸和不勸離的 所以希望雙方最好慎重的考慮一下 不要因為一時的義氣用事 就簽字 你們這樣就覺得心安了是不是 不傷得了是不是 以方不得向甲方要求任何精神賠償 極善養費 這不等於無條件離婚嗎 周董事長說 這是夫人親口答應的 所以 他答應 我不答應 我不答應 哥哥 他答應 我不答應 哥哥 你 什麼 讓他給撕了 是啊 我發現他哥哥 根本就不可理喻 他最後還一直強調 要離婚可以 必須要有條件 他一定是跟吳應強 串通一氣的 也有可能 不過我維持堅守您的原則 所以跟他根本就沒辦法談 還能找回趁機逃掉的那一隻 配成一對嗎 你不要怪我撕了那一份協議書 我也是故意撕的 那算什麼 一張只幾個字 就把你這些日子手受得折磨 就一筆勾銷了 這些都是我答應他的 怎麼能夠算 沒有簽字就不能算答應 結婚那麼麻煩 離婚就這麼簡單呢 你聽我的沒有錯 你不要傻了 憑良心說 為你想 我並不希望你離婚 可是實在要離的話 也不能無條件就離了 那就暫時先拖他幾天好 我是不會答應他任何條件 免得便宜了吳印強 和他那沒出息的哥哥 你不要以為這樣就是沒出息 好像我們非賴上周家似的 你也要為你自己多想想 離婚以後不能被沒有一點保障 況且以周家的環境來說 他也不是負擔不起 為什麼要放棄 哥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談這些 我只是為你好啊 你又來了 從前你也是為我好 非逼著我嫁給他們 現在又是為我好 讓我提出條件拖得不能離婚 哥 我已經這麼大了 你就可不可以讓我做一次組 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好不好嘛 你要是真的關心我 你要是真的愛護我的話 你就不要插手管這件事情 你真的把我腳亂了你知不知道 可是不管有條件也好 沒有條件也好 甚至於跟周建邦離不離婚 你都讓我自己考慮 讓我自己來決定可不可以呢 哥 如果說 你真的是很關心我 我會選擇一條最好的路 最冷靜的路 讓我自己去看 你放心好了 說真的 你要是真有那麼多時間 來替我費心安排 還不是多留點時間 為你自己安排安排 你不要動不動就提醒我這一點 意思是我有所好險 我一事無成我無聊我都擺錢是對不對 好 既然你不領情的話 我就不管 事會上當是你的事 我 哥 哥 很亂 都把我腳亂 我到底是 我到底是離還是不離呢 他這樣拖著不辦手續 是不是給自己找台階下 我 我能原諒他這件事嗎 如果真的離了 爸媽回來又怎麼辦 我到家裡 那我怕他們 是個宅尼 我到了 我不會 得到你 我也想要 知道 那我看到 蘇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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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求妳幫個忙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蘇芸 我又不是不還妳 坦白說 我要是有家 有親人的話 我也不會向妳開口 妳給我出去 妳給我出去 妳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知道了 妳一定誤會 我是來威脅妳 敲詐妳 我真的不是啊 我只是來求妳 喔 妳還有臉來求我啊 對 我是沒臉求妳 我明白 妳一定還在恨我 可是說坦白的 當一個人經過打擊 經過教訓以後 她是會改變的 是 妳是改變的 妳變得更卑鄙 更下流 妳罵我好 妳打我都可以 這是我應該的 是我製造的 我不會怪妳 我真的不會怪妳 蘇芸 從我又看到妳那天開始 我就一直在想 想我們的過去 也想到現在 妳不要再說了 我們沒有過去 我們更沒有現在 妳說得對 過去是我在辜負妳 現在也是我在打擾妳 這些我都承認 我真的承認 我 我是應該受到懲罰 我是應該有暴力 我 我會到今天那個地步 是我活該 是我自作孽不可活 蘇芸 我求妳相信我 我不是一個自甘下流 自甘垢落的人 我只是一念之差走錯了路 我真的想回頭 妳 妳不要妄想 妳誤會我的意思 我不敢妄想 能再跟妳在一起 我只要要求我自己 振作起來 重新開始 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地迎向正路 但願如此 我說的是真的 我要是沒有反省 沒有自覺的話 我也不會來打擾妳 雖然從前 我做了對不起妳的事 可是在我心裡頭 我一直把妳當成 是我最親近的人 否則 我也不會來求妳 做我一輩子力 我發誓 我真的發誓 我絕對不是利用 我們以前的關係 來威脅妳 昨天晚上 偉龍跟我說那些話 我心裡很難過 我沒想到我會給妳這種印象 說 我現在是釣到水裡頭快淹死的人了 妳只要丟一條繩子就可以救我 妳難道這個都不願意嗎 妳不要再說了 但願我能有勇氣救妳 是喔 結果人被救起來 自己被拖下水淹死了 也就是這種持有勇氣 不顧後果的人 術衣 不顧後果的人 我不能救妳 只有妳自己 才可以救妳自己 好 那我就靠我自己 我自己想辦法 也許不是妳喜歡的辦法 也許不是我喜歡的辦法 好 喂 我是邱素雲 陳律師嗎 麻煩妳準備一下 請妳通知一下周建邦 明天早上十點鐘 在妳辦公室 無條件簽字 愛是不變的星塵 愛是永恆的星塵 絕不會在銀河中墜落 尖覓著那有一陣那氛氣那氛亡 令新沉 Liu 依然閃爍 我是牽還是不牽呢